Hello 又见到你了 今次我想再继续讲主土文 今次讲的字就是 天父的父 究竟这个字 在主土文里面 有什么含义的呢 既然主耶稣 叫我们祷告的时候 叫上帝做我们的天父 就是我们的儿女 所以 这是一个很大的 在我们的 信仰里面的很重要的根基 他不是一般 其他人所谓的拜 偶像 而我们所敬拜的 是我们的天父 是我们的父 我们与他是一个紧密的关系 这个关系 是与生俱来的 亦都不需要做任何事 我们已经有这个关系 亦都不需要 拿一只肥鸡 插香 然后 拜他 好像去 讨好他 是不需要的 因为我们与他有与生俱来的关系 这个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 既然 我们叫他去做天父 那就是说我们是个子女 亦都是 大家是一个大家庭 在家庭里面的父亲 当然 当然 子女 要父亲去帮忙的 他一定不会托你手持 除了他要训练你之外 其实在很多事情 你开心不开心 你都可以 和父亲说 现在你知道了 原来 上帝其实是創造我们的 我们叫做天父 父与子的关系 如果你未知道 这个真理的时候 你怎样对待上帝 当然 你当然不认为他 父亲 有两种人 一种就是信了 他也都明白 他是我们的天父 另外一种 就当他无道 如果你是 老爸的话 你有什么感觉 当然是伤心 从一个家庭的角度来说 那些信了的 明白的是天父 而我们见的那些 还未信的 都是大兄姐妹 只不过他未知 所以 在我们信了的角度 去看其他的人 无论你觉得他是好人 坏人 他们都是神的儿女 只不过他们 不认天父 所以说他们是迷惘的 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 原来是有这样的身份 但知道了那些 当然 我们当然想尽量让他明白 其实我们上面有个天父 其实我们是一家人 不是说你是我的敌人 我是你的敌人 其实大家是可以共处的 这个就是 你可以说是上帝 期望的大家庭 现在你明白 原来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那我们是怎么看 天父 天父是怎么看我们的呢 现在你知道了 你知道 原来 上帝是我们的 父 这就很厉害了 当然 他是 大大的天父 又有能力 全世界宇宙都是他做的 如果你有这样的父亲 你是不是觉得很光荣呢 除了光荣之外 还有就是 他一定 可以 帮得手 有时 我们求他 他好像没有什么 作为 不代表他听不到 因为始终 他都是我们的天父 我们都是小孩子 父亲怎样去教导我们 就是 要教晓我们 长大成人 在家庭里面有承担 所以呢 天父 时时都会用不同的 情况 去造就我们的 我们叫灵命 令到我们 更像我们的天父 当然 如果你相信 上帝是我们的天父 当然是一件好事 但是 如果你 不是相信 上帝是你的天父 天父是怎么看你的 其实天父仍然当你是 儿子 只不过 你不认他 他当然会伤心 但是 他仍然都在等待 等到你有一天 明白 原来 上帝 其实一直都在 保护着我 令我们明白 一天之后 知道 原来 我们所走的路 咦 好像明明中又煮了 当然了 那是你的天父 只不过你不认他 但是 每个人 路程都不一样 有些人就早点明白 不是很早的顺主 有些人好像我 要很迟才明白 我迟了才顺主 但是 迟与早 我们都是顺主的人 我也希望 这个信息 给到弟兄你 虽然你未信 上帝是你的天父 但是天父仍然爱你 所以 你心里面所说的每一句话 他都听到的 希望这个 信息 给到 弟兄你 有日 希望你 都能够 回到这个大家庭里面 研发主的 恩典 亦都是赐生命的 主 好 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